在专案小组追查下 这间位于新竹的大麻 直载厂房终于曝光 今年5月新竹警方接获宪报指称 新竹地区有不法集团 利用仓储厂房种植大麻 于是与新市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 报请新竹地监署警察官指挥侦办 结果总共发现两座大麻工厂 并查获大麻植株5659株 大麻种子1666颗 及栽种与制毒等设备 市值超过20亿元 查获的大麻植栽数量也创下国内记录 结果送证之后 我们确实发现在西谷地区 确实有民众在送植大麻 我们现在实际程度进行搜索 当长查扣大麻平衡有4519株 其大麻种子有1666颗 其大麻高及大麻成品 还有一些照样的灯具 跟控温设施等设备 那它确实是一个 因为高科技来进行运作的一个 这个种植场所 那查透的这些植株 根据计算可以换算成新凯地 市价为20亿 这可以供300万一个 稀释人口来食用 警方调查发现 具有帮派背景的磁性主弦 为了阻断大麻特殊气味 以躲避茶气 还耗资千万打造高科技无城市厂房 判写为了防止这个种植大麻 为了一个特殊的草本的气味 那它就是次聚职 它花一千万元 然后搭设为那个 就是科技业用的那种无城市的厂房 然后把大麻种植在厂房里面 避免这个气味就飘散 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 也到场听取检警气毒成果报告 林明星指出 今年查获的大麻数量比起去年有明显增加 但是查获适用大麻的人数却不增反减 显示有所谓的大麻黑素存在 因此行政院将推动第三期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希望建立更紧密的查记网络 以达到阻断毒品供给 减少毒品危害的目标 现在我们将要推动第三期的 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重点包括科技技毒 国际合作 海上查气 以及边境防范等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措施 能够建立一个更紧密的查气网络 让毒犯无法得逞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再将期待见 二次提供 二次提供 是个大麻疙